青年事务局在青年节的今天 举办了第五次的青年咨询委员会定期大会 别具异议 因为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文化、民政、社会教育等等的议题展开讨论 会中各委员也提出了包含 习时计划和艺文APP整合的相关提案 透过青年局首次适用的直播功能 让会议能够放送到所有的市民眼前 市长郑文灿作为召集人 在青年节这天召开了青年咨询会的第五次定期大会 青年咨询会在去年青年节的时候成立 也是全台湾第一个让青年代表进入到政府机关来畅所预言 别具指标意义 我们桃园市所选出来的青年咨询委员 他们是真正的代表青年的声音 代表青年的力量 以青年的角度提供市政府各个相关层面的一些建议 所以我们在第五次定期大会 也就是今天也来尝试做这个线上直播的一个状况 会议中青年委员也提出了两项专题提案 习时活动希望透过共享冰箱的概念 让市民透过市民卡和APP 分享彼此的需求 来达到避免浪费食物的理想 艺文APP整合的提案 则是希望能够将市民卡的功能和桃园艺文的APP整合 节省报名资源的同时也希望让所有的市民能够即时追踪所有艺文讯息 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桃园艺文的这些资讯呢 藉由APP来做整合进入我们的市民卡APP 那藉由这个平台呢 可以让民众更方便的取得我们这个艺文活动的相关资讯 你是希望把这些果菜市场 或者是超市 加勒服等等地区 他们即将过期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 或者是卖相不好所谓的食材做更有效的利用 虽然开放直播 但本次会议只有在专题提案的时候才开启 流暗人次也仅有500多人 期望未来的秩序会议能够更加透明 进一步加强直播平台的推广 才能够让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美意能够更加落实 桃园有线新闻陈延任市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